来到中正路上的系纸长老教会一楼 一大早已经有不少老人家等候要打流感疫苗 不过今年不但有冷气吹 还有舒适的椅子可以坐流感疫苗开打 系纸卫生所特地安排夏礼 而在里长的争取下 也利用早上的时间来为兴望里的老人家 就近施打流感疫苗 贴心的服务 长辈只说很方便 今天来这 你去看我通知啊 通知来做流感疫苗啊 你以前也都会住吗 有啊 都会住 比较安全啊 住得比较安心 在这里有比较方便吗 比较方便 在车头附近而已 搞通比较方便 今天10月4号 星期三早上8点到10点 是新芳里65岁以上老人 以及教会的65岁老人 在席子教会里面打这个流感疫苗 里长也全程在场 除了自己接种流感疫苗之外 并且协助老人家排队等候 还送上一杯茶 贴心的动作 李明很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的场地好舒适 往年都是利用里长家外头的棋楼 显得客难 后来又改到活动中心 而今年席子长老教会很愿意 敦请木林出借场地 流感疫苗已经开打 除了到指定的卫生所及医疗院所之外 细子卫生所也开始下离行程 让长辈可以究竟施打 方便许多 这场惠林细子采访报道